這個作家 非常非常有趣 很年輕 終於有化學系 這些以上大家都知道 他剛剛不得我講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所以我會不多介紹 我們就最熱門的歡迎 吉翁來分享 謝謝大家 好 還是先稍稍自我一下 對 就大家叫我香蕉就可以 反正因為講本已經 你說你認識張錦鵬奇 大家不太知道張錦鵬是誰 對 所以就 你說你認識香蕉 喔香蕉我知道是誰 所以就 大家還是可以叫我香蕉就好 到底誰是香蕉 對 就要請你再叫我 對 那我是唸多元化學系畢業 對 那化學系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一個可行 對 大家如果沒有 在座人 其他人唸化學系嗎 好 沒有 如果你沒有勇氣 請不要唸化學系 因為真的很無聊 對 然後女生又很少 我那時候進去學校 班上 班上60個人 沒有一個人有懶頭髮 你就知道這個系有多風程度 對 真的是 對 很很很枯燥的一個系 對 那 因為我是唸 我是傳統家庭族生的 我爸在聯合報做二十七年 對 就看我才二十六歲 他做二十七年 對 感覺像家族事業一樣 對 然後我媽家庭族 所以其實 我家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所以才會唸化學系 因為我那時候就化學最高分 所以我化學有點前面 對 然後沒想到第一個就上了 所以就上了 對 那 其實我那時候考慮說 要不要走我本科系相關的工作 可是就是 後來還是重出興趣來 那時候畢業以後 因為我開系兄 我沒有當兵 所以我年底就 我就直接出來工作 然後年底就開始做教育學創業 然後後來就成立公司 然後就有 一三年有說一本書 剛好我跟那個人 今天的另外一位朋友 他書名還蠻像 我剛剛一聽到還覺得 欸 怎麼這麼像 對 我真的知道你 對 然後之前 然後現在也有在金周刊 跟關鍵體驗網 然後高校是已經播稿中了 所以就不介紹 對 寫專欄 對 那 其實剛剛有很多朋友問我寫專欄 其實寫專欄真的沒有很困難 對 你忘了阿鳳就知道 是不是沒有很困難 蠻困難的 哈哈哈哈 對 就如果大家真的有想要寫專欄 你的話可以私底下再問我 因為其實 有些專欄也是我自己去邀的 就你知道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你只要敢去邀 其實就會有人願意讓你寫 對 所以也不是很困難 出書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也是自己投稿 對 然後別人 後來就被編證願意幫我出 我也是覺得很神奇 對 那目前主要再來做貿易的部分 那 因為本身台北人 對 所以雖然公司在台中 但我還是蠻常在台北的 大概一半一半 好 以上經濟其實沒有很重要 沒關係 好 那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這邊應該有 這邊你已經就是畢業了 可以舉手看一下 已經非大學生 這樣公眾調查 大家就不會不想舉手 對 大概一半一半 大家都是我的目標 我剛剛有想說 我剛剛有說我想要做一個 新的平台一個服務 那 這個東西其實 我想要做跟校友相關的事情 對 像我每一次 就是出來演講或分享 我都會問說 欸 有沒有人念 中原大學或中原化學 欸 剛剛看到 終於有一個人舉手 好感動喔 因為我以前辦活動 起碼也是辦好幾百場 對 那問到有人舉手了 了不起補償 對 我就想說 中原 欸 好歹也是四五十年的學校 畢業生到底都 去海外了嗎 這麼優秀 只剩下我留在台灣 對 都去不到中原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 我就有一些問題 就是想要問說 因為我自己是 大學畢業出來創業 那我家是傳統家庭 然後我也是念化學系 可是我做的都沒有相關 那 你只要這樣子去做創業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你不知道問誰 對 像我做教育培訓嘛 對 那 你不知道教育培訓我要問誰 我不知道問誰啊 對 我們現在六十根 大概五十根口音救贖 對 因為化學系是一個非常理論的一個科技 大家都會口音救贖 那 那時候大家也是覺得 欸 我很奇怪 為什麼去做這些事情 但沒關係 因為 就是 因為 現在也是比較 就是沒有在一點多 對 那 還是有些保持不錯的關係 那 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 為什麼我們 就是 到現在 就是 欸 如果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為什麼校友這一塊 就是大家在互相協助上面 好像 有遇到蠻多的困難 就比如說 欸 我們在大學時期 現在有人還在念大學嘛 有人已經畢業 那 有沒有人幫 就是 幫你做過職涯規劃這件事情 不是說那個 你去那個什麼學校 就是什麼 生福祖或教務處 然後有個 就是老師 在幫你做這件事情 而是 真的 現在是在職場 或者是 比較一些前輩 都是 不是學校人 是幫你做這件事情 有做過的 可以舉手我看一下嗎 就是 有人幫你做過這件事情 好 非常非常少 好 大部分都沒有 下一個問題 再來就是 要P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於職場接軌這件事情 了解有多少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不要說大部分好欸 大概有50%到70%的人 應該 大學跟你現在做的 其實是沒有相關的 對不對 因為 本來就不一定會相關嘛 就這樣 可能有些比較專精的人 會是做相關的 可能會計系 他去會計事務所蠻多的 那你說 現在就 台灣就 有房中間這麼多 沒有房中系啊 對不對 對 保險公司這麼多 有保險系的公司 保險系的學校 也是就用了幾間 那其實很多工作跟職場 他是沒有相關的 一個閒接 那 現在應該是有蠻多人 是準備要畢業嗎 那你們對於自己 未來 職雅要去做工作這件事情 接軌這件事情 大家有了解多少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的 了解力不多 那 你如果要做本科系的 或者是 或你不做本科系的 你好像 也不是很能找到很多人 可以去問這件事情 因為你就是 欸 遇不到這些人 然後你也不知道要找誰 然後再來就是 欸 你現在可能是出社會 一年到三年的人 那其實這一段時間是對於 一個人之後 他成長是一個很關鍵的一段過程 那這一段 有沒有跟大家講說 你在職場會遇到哪些問題 那所謂的職場 文化職場前後 或是職場那些關係要怎麼培養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 前輩或是一些 就是其他人跟你們講過這件事情 至少我在做事的時候其實 我沒有遇過有人跟我講這件事情 那導致 欸 我會 我在創業過程中 我會遇到一些顛覆 那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吊詭 還有下午學術也是一樣 真的 到現在遇過 時常上遇過是中年的校友 大概就五個而已 對 可是 他們也都跟我不同科系 然後也都跟我沒有相關 那 我就覺得 如果這些 如果這些 對我們來講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到底 就是 校友對我們來講 到底是有什麼意義 我相信大家 就是 對於學校來講 應該 你畢業了 你遇到校友 那還是很開心吧 就今天你看 單將特別多 對 單將應該很開心 欸 好多用學 對 儘管可能不同系 那是一種 台灣人都講情嗎 那其實 就算你是不同界 不同系 對 可是你只要同校 就覺得 好像就是 蠻有化療 就算你們差了二十階 對 你們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化療 對 那比如說 像 我舉 比如說 歐美名校 歐美名校 他可能在於 校友系統這件事情 就非常發達 你看 可能你說他不大學 他在美國 他就 在台灣 他都有自己的一個校會 而且大家都會聚會 對 可是我唸中原大學 你問我 你問我中原校友會 什麼時候辦過第一次活動 對 我是上個月才參加過第一次 因為我上個月才知道 欸 原來我沒有校友會 對 然後有在辦活動 對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你看 欸 大家還有做自己的抽屜 對 然後 打高 高普就對 然後 品酒會之類的活動 其一 明明外國的大學 在台灣 就有辦很多活動 可是為什麼我們自己本土的大學 在台灣 自己 都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像 這邊應該有福大畢業吧 你看福大棋 就有做到這件事情 有自己福大的槽梯 這件事情 對 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欸 怎麼九分鐘這麼的去除 因為你前面非要害什麼 反正 反正今天很少 當然我想說 快點快點 對 那 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些人覺得自己念的學校沒有很好 對 我又不是台前教程的講說 後來好像 就是沒有很厲害 我 如果這裡有台大應該就 就是大家如果有認識在台大的朋友 就知道 台大人就很喜歡說自己是台大 對 很喜歡穿台大的戲 對 然後很喜歡穿台大的校服 對 請問兩位 那這是 非法國的一件事情 認同學校 對 這個就是我要講這件事情 大家對於學校 台灣人對於自己大學的學校認同感很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自己其實以前 對中原人是這樣 我也覺得 中原對我來講 好像 沒什麼幫助 雖然我玩得很開心 我大學玩了六個社團 打了兩個戲隊 對 那我覺得很開心 可是好像 對於學校的認同感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很高 然後再來 也不知道學校什麼時候 校慶日 對 或是校友什麼 校友回娘家 對 回娘家也只會叫你捐錢 對 你都覺得你也不想回去 然後就看到一些老屁股很開心 然後聽教授講話 你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 然後 不知道校友會幹嘛 然後 也不知道校友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然後校友會活動 無聊 不是餐廳就爬山 對 至少不需要是這樣子 然後你都看到爬山都是白頭髮 全部都是白頭髮 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 有些人可能連自己 他可能本來就是比較害羞 他可能跟自己搬上很多手 那 如果你還跟不同系 或者是不同界的同學 那好像更沒有回去相處的必要 所以 就會有這些問題 那再來就是 誒自己好像沒有說 很有成就 那回去 大家一定會問問問題 就這樣大家要過年了 過年回家 對不對 老實會被 長輩問一些 就是你也不想回答問題 乾脆洗一張紙 然後穿在衣服上 然後再看就可疑 對 這也是很多人不想回去的一個原因 好 這個是我今天上網查 台灣總共有156件大學 對 大學必多當然是全世界最高 我覺得是全世界最高 非常高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去年的 教育部的資料 台灣總共 大學人數 總共有134萬 對 畢業生 不是畢業生 一到四年集孫 所以如果我算成 就是 處理事法 一年起碼 畢業三十幾萬人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做我們學校自己的 我去查一下 一年資料 我們學校也畢業了 十幾萬人 對 可是這十幾萬人 如果他曾經跟你 有這樣的關係 那我們 如果能夠讓彼此產生關係 那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 這樣子的笑容平臺 對 這個Logo不是我的Logo 是Google的 大家不要去查 對 對 我想要去促成 所謂的 校友連結這一塊 那當然 這中間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覺得能夠提供的事情 就有很多 比如說 大家對於 可能大學生對於職場接軌 你可能需要有職業的規劃 你可能需要有 工作上的引件 你可能需要 有一些相關的合作資源 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學校 就是大家共同的活動之類 那這個都是 如果我們未來想要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你有一個校友資源在 可以去幫你去做 這些加分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會是一件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有打算要做這樣子的一個 平臺去做推廣 讓大家 就知道 你自己其實 就是我們好歹也是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對 念了這麼多年書 累積了這麼多同學 有這麼多關係 可是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好好去 利用這件事情 對 那 如果對於這方面 就是有相關 興趣的話 就可以 歡迎加入facebook 討論 我是還蠻愛就是 運動跟玩樂 對不對 剛剛有那個打籃球 我以前也是打 南無校隊 對 對 所以你這邊電腰還在 對 我以前打的時候是儀組 現在是假組 所以其實我沒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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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到facebook 給我一些 可能如果你希望 校友可以給你什麼樣的一些資源 或幫助 或是 你覺得 這個平常它應該多什麼樣的功能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 性質的東西 會讓你覺得 這個東西是可以幫助你在未來執行 或是 你想要去做你的事情 的時候 你能夠去尋找資源的一個地方 好 大家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